選戰關鍵衝刺棋 竟然藍營大動作和棄保柯文哲 要選民集中投票給侯友宜 外界就相當關心 先前與柯文哲關係 不錯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動向 沒想到網路郭粉群組 瘋傳一份署名台灣阿明的公開信 呼籲選民集中投票給國民黨的侯康佩 還說是他誠摯的請託 引起各界嘩然 不過郭辦發言人緊急回應 表示這封信並非郭辦發出 並且已經交給律師處理 根據平面媒體掌握 這份公開信是今天早上10點50分左右 在國民黨的粉絲群組轉傳 一度傳出是聯電榮譽副董事長 宣明志獲得郭台銘的公開信 不過知情人士透露 宣明志表示並無此事 選戰倒數關鍵期 這份公開訊息引發各界高度